大家好,我是Stan 如果说有一个女团妈妈母,男团Pentagon 都希望解散的K-POP乐团的话 大家能相信吗? 你说的话谁能相信? 都信你个头 是不是这样想? 所以今天就带来了一个 连乐队成员们自己都希望解散的一个K-POP乐队的故事 世界上首个希望被解散的K-POP乐队 是出道六年次的一青波斯 而一青波斯希望能解散的理由非常特别 经纪人表示 一青波斯是给听障者赠送人工电子手术的乐队 成立乐队的时候就决定 能够达到赞助100名人手术的目标后 乐队就解散 其实一青波斯的经纪人K-Ming Yu 过去是在K-POP娱乐负责新人开发的理事 在任时期 他经常与当时是练习生的Yodad Pentagon成员们 定期访问儿童营院进行志愿活动 这是他教育练习生的一种方法 练习生们在医院大厅与儿童患者们见面 还会准备小舞台唱歌跳舞 但是在成员们培训期间结束 出道成名后 就很难继续志愿服务了 金经纪人表示 音乐要得到大众的喜爱才能生存下去 我认为应该也要把得到的爱回报给社会 但是大家都因为行程太忙了 所以年末都来不了 也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金经纪人推出了一青波斯 只要有一青波斯成员们就能进行演出 如果有行程可以的艺人们 也可以随时参与一起演出的形式 而一青波斯成员们 并不只是为了做志愿活动而聚在一起的 他们的目标是 想要给在访问音乐时认识的听障儿童们 进行电子儿手术 即使制作了音乐 孩子们也只能透过震动来感受 我们希望能将这么美丽的音乐 让所有人都能听得到 目前金经纪人将目标定为100人 而人工电子儿手术费因人而异 最少是400万韩币 最多会达到2000万韩币 而手术费用每年由三次演出的收益 跟赞助者个人的赞助金筹备 那习生时期 曾经一起参加志愿活动的Pentagon成员们 作为嘉宾来到这里助阵 现在跟金经纪人 在同一家金晋公司的Mamamo 也显然作为嘉宾上舞台了 如果有像MamamoPentagon一样 拥有强大粉丝群的艺人 作为嘉宾来助阵的话 仅便宜演出收益 就可以聚集数百万韩元 支援一位儿童的手术了 这是在新冠病毒之前 进行的最后一场演出 来了很多粉丝 非常感谢 也感谢MamamoPentagon 目前为止 疫情Boss一共赞助了10名儿童 而因为疫情Boss的赞助 能够听到声音的孩子们的人声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接受人工电子眼手术的孩子 为了听音乐 来到了演唱会现场 还学了钢琴 所以疫情Boss想要解散的话 今后还需要赞助90名儿童才可以 而经纪人的目标是 7年内完成赞助90人 想要尽快解散的乐队 疫情Boss 他们的解散计划是这样的 最后一天 想要与听唱儿童们 疫情举行大型演唱会 一起合唱跟演奏后 宣布团体解散 所以总结一下疫情Boss的计划就是 能够遇到七年魔咒而解散 你不能开手你啊 对于疫情Boss这个乐队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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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